现金单 现金单让顾客不出来领餐 那现在的方法已经改变 那我在张华市很少遇到 所以我专门截取这个LV讨论的下来 照这个方法做应该是没问题的 因为他做的话是没有被扣钱 因为很多人照的公司职业做的话 餐的留下又被扣钱 这个方法应该是不会扣钱 那首先应该从下面开始看 等待十分钟之内的空档 你就要先打两通电话 然后跟客户回报 不管客户说什么都不要回报 要有回报就好 那最好能够截图 在十分钟之后就开始 他会叫你留下东西拍照 拍照跟关闭 不要拍照 你一拍照就中了系统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就是拍照之后 还是要这个钱就是我们自己要吸收了 客人拿到参与去吸收 这是现金单的现金 所以他说 你按下关闭之后 下面个现金单 下面个箭头 按下去有客人位置 这时候要按 位置有两项要按第一个 等他再重新跑出 你要看到领才能按 他重新进了领才能 这个才能按结束 这个是我从 FB上面绝取下 因为我也害怕遇到这种现金单 忍不出现 以前我们的出售方法比较简单 以前出售方法就是 打给顾客两通电话之后 跟客户回报之后 他会教你 会显现说 你这东西可以带走 然后结束这些 他现在改成这个画面 会造成说我们 外送的人会吸收这笔钱 这是我从这画面给你们做个参考 我是解决出来想说 我遇到这情况 我会拉出来 看要怎么处理 这是给各位个参考 因为这个方法 是正确的方法 让你们参考看看